比较令人意外的俗称胖娘小炮的射手崔斯塔纳在四强赛出场舞局竟然连一胜都拿不到取自英雄联盟官网 记者陈耀宗外电报道 英雄联盟S7世界赛总冠军战即将于4日登场 让我们先来回顾四强赛况 根据韩梅Invent所制作的四强赛数据 有6只英雄角色维持100%的竞选率 分别为加里欧、古拉格斯、施瓦尼、加文四世、珍娜与克里斯达 其中克里斯达从小组赛至今依旧保持100%的竞选率 生怕一选出来就要天下大乱 也成为身为子方势必得扛下来的竞用角 四强赛竞选率图表取自Invent 两组对战组合的9局赛事中 纳尔及勒漏以8场被禁用率位GDR 在世界赛数赤拙磨器十分强大的版本下 最佳的辅助人为珍娜与勒漏 另外在两只辅助都被禁用的情况下 包括卡玛、索拉卡甚至是打野的埃尔文 也成为替代使用磨器的出场英雄 比较令人意外的俗称胖娘 小炮的射手崔斯塔纳在四强赛出场五局 竟然连一胜都拿不到 这与他在小组赛或是八强赛各队不抢下来 好像就赢不了比赛的情况完全错置 反倒是经常被嫌弃 大后期输出不够力的法洛士 有着四胜零败战绩 这也让冠军战中崔斯塔纳的被选择率值得 令人好奇 崔斯塔纳数据图 取自Invent 打野三雄 施瓦尼 古拉格斯与加文四世的对照也十分有趣 三只的竞选率虽然都是百分百 最受各队尊重的莫过于施瓦尼 九局比赛就有七局被禁用 反倒是三只最强出现的加文四世 六局却拥有最低胜率 百分之十六 从比赛中也可以看出 当队伍逆封局选用加文四世 这只开战角只要抢开进场 经常因坦度不够瞬间融化 反倒是使瓦尼及古拉格斯拥有百分之一百胜率 随着SKT二连大纪录持续 加上今年SKT再度打进总冠军战 粉丝都十分好奇中路王者 Faker今年会想选什么冠军造型 今年SKT比赛看起来不是那么稳定 但只有一位选手始终如一 那就是Faker四强赛队上RNG比赛 他连拿五局加里欧飞天盾的到处支援枪行Cary每局比赛 也让网友一致认同加里欧根本是Faker化身 加里欧数剧图取自Invent 谈到加里欧这只英雄可说是兼具控场及支援迅速的坦型英雄 不论是靠着英灵之门的半球流进场开战或是靠技能退场 加里欧的技能组看起来十分强大 四强赛九局比赛中就有七局被选 其中五局是由Faker拿下 相信冠军战的加里欧也会成为非Ban集选 最后则是帮助SSG顺利振脱WE的纠缠 第二局及第四局的智慎功臣 由QV操作的纳尔 纳尔可说是打坦的优先 Pick本身又很少被Counter 只要控制好怒气 关键会战变身大纳尔一推三一推五 想必LOL粉丽丽在目 其中一位苦主就是闪电狼 目前也是高达4胜1败 88%的竞选用 未来冠军战若能搭配加里欧的轰炸开战 配合狂暴纳尔的大脚一踹 想必十分可怕 纳尔数据图取自Invent